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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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兼作家 音乐人和广播人等多重身份的马世邦 父亲是作家亮轩 母亲则是资深广播人陶小青 这次马世邦特别在幸福密码节目中 感谢父母从小对他既尊重又开明的教育方式 让他可以尽情地挥洒出自己的天空 令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包括高中的时候要选择念理工组还是文组 那时候自然就会选择文组 那我父亲其实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读理工课 他觉得科学的世界的美好 他倒不是从实用的角度看 他说科学的美好是读文组的人体会不到的 他觉得我应该去认识那个世界的美好 我没有听他的 他也就认证我去了 你知道我不适合做新的事情 反过来就会知道我可能适合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了解到这个事情 还蛮受用的 还不错 文组今年适逢心灵环保20周年 在节目录制完毕后 段忠仪也特别和大家分享了 自己对心灵环保的看法 认为心灵环保就是 真真实实地做自己 了解之后呢 你就是很真实地做自己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心灵才会平静 我觉得这样子才 不会超过也不会不够 就是刚刚好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认为 对我来讲 心灵环保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跟价值应该是在这里 我觉得师父那一句话 所以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放下它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种人生哲学 它是一个价值观 它是非常开放跟豁达的一种态度 那我觉得 它不只是帮我用它来处理问题 处理我可能遭遇到的问题 而且它已经对我的人生 跟我的人生观 跟我的人生价值呢 产生了一些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